好了 要把我們的駕頭駛 就來高雄 這個國內疫情穩定 儘管這個殘酒館已經補分開放 但是KTV就要到十月錯誤 才有條件來開放 不過高雄有兩間的殘酒館 跟頭走囉 開放唱歌 讓警察抓到了 現場的總統要請記者蔡孟俊 說給我們知道 孟俊請說 可以看到高雄一間殘酒館裡 音樂開得是非常大聲 警方上前盤查時 顧客還一臉錯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而警方也發現 該殘酒館裡 不但有共餐共食的狀況 而且還沒隔板 那麼無獨有 另外殘酒館也是有業者 偷偷開放歌唱設備 讓顧客來消費 負責人還跟警方狡辯說 他們沒有營業 只是邀請朋友 但一問之下 發現兩組客人 根本都互不認識 我們來看一段 稍早之前的畫面 警方表示 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10月5號開始 KTV才有條件開放 但這兩間殘酒館 明顯沒有遵照規定 提前營業 不但沒有隔板 也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警方收證資料 將依法含請衛生局裁除 以上是記者掌握最近情況 我們將時間鏡頭 交換給孔一主播